中国的电动公交车不久后就将行驶在泰国的街道上了 泰国车商近日与中国知名汽车厂商达成合作 将引入电动公交车和电动车 为泰国开启公共交通电动化时代 这项合作将引入中国车商生产的电动公交车 其环保及低能耗的优点将是未来城市公交系统的主流 泰方车商表示与中国车商合作 还具有价格优势和地域优势 节省周期和成本 据悉此次引入的电动车 主要目标客户为泰国公交公司 政府部门 私人机构及租车公司等 而即将引进的电动车系列已经在伦敦 洛杉矶 布鲁塞尔 以及路特丹等110个城市进行推广 今天很高兴和在泰国的合作伙伴Loxley一起 把我们两款电动车带到泰国来 我想未来的话不仅仅是泰国 在全世界 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车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 但也包括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努力把这个产业 市场给它做好 做大 我们也非常愿意和泰国的合作伙伴 跟在这个泰国的市场做好电动车的普及工作 泰国的公交系统相对落后 运营的公交车大部分为上世纪的产品 虽然所有的公交车都已经改烧天然气 但是老旧的车况急需更新换代 电动公交车有着洁净无污染 维护成本更低等优势 且在泰国地区电动车产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前景令人期待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李明 实习生周梦杰 泰国曼谷报道